各個地方都有折舞 這就是折舞的由來 為什麼我們做折舞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其實就是像你可能在網路上看到 我們每個禮拜有談的議題不太一樣 那你可能針對你有興趣的議題就會來參與討論 沒有興趣的當然禮拜五這種環境時段 你就應該要跟家人啊 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跟你的喜歡的人 出去逛街看電影說你想要做的事情 當然來這裡也是要做不想做的事情 那有興趣的題目你就來參與折舞 所以這是一個很彈性的一個公共論壇 那我們就是由一群志工來組成這樣一個哲學先起舞 那每個禮拜我們在台中就發想各式各樣的主題 然後邀請不同的人來跟大家分享一些他們所關注的這些內容 那所以其實作為一個非營利的單位 非營利組織我們歡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也可以捐款來贊助我們哲學先去 那最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嘛 我說每個禮拜談不一樣的議題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的為什麼我們要談各式各樣的議題 因為呢我們認為說 所有的問題都需要被好好討論清楚 那既然重點就是著重在討論 而不是重點在於演講 很多人都說你們這個講座演講不錯 我都說我們不是演講我們是論壇 論壇是什麼 論壇就是說你跟我要彼此互動 所以你們才是主題 那我們請來所有的講者 他們是來跟你分享他們所關心的概念 所以當然他也是主題 可是真正的主題應該放在所有群眾的身上 所以你們待會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多表達你的立場態度 我們在這邊鼓勵大家表達自己的態度 表達自己的立場 因為沒有錯誤的答案 你在學校裡面老實會說 你怎麼會問這種問題 你怎麼會表達這種意見或態度 可能你會受到質疑的時候 你就會收回去不敢講話 可是沒有 在這邊你可以唱首預言講你想要講的 仇恨性言論呢 我也包容好不好 所以 放心的講話 不要怕你講錯話這樣子 那為什麼 仇恨性言論在這邊會自動的消滅點 因為人見到面的時候會趨於理性 你知道嗎 比較不像在網路上列每天很奇怪的位 我在網路上也很會罵 可是我們面對面的時候 我就不會 就是比較好一點 你知道嗎 這個人見面三分幾 就是這樣子 所以待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折舞的傳統 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有沒有很緊張 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 自我介紹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 告訴大家你是誰 你為什麼今天想要來聽這場 這個議題 那 就不用 不用覺得 就是我剛剛講 鼓勵大家表達自己的態度 立場 你不要怕會說錯話 你為什麼想要聽這個 人民的防身之道 抗爭的入門呢 是不是你親身經歷過呢 比如說 警察公啊 還是說 被水車噴過啊 我告訴大家 這些我都經歷過 所以我 很能感同身受 好 那 我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我們來開始 我們今天自我介紹 那 自我介紹的過程 你很擔心我拿給你 對不對 因為你就是站在我前面 我們今天來一點特別 我們從後面開始自我介紹 好 好 我們先我志工了 很多後面 現在想要做到前面都來得起 因為第一排還有剩的位置 要不要 考慮一下 第一排有剩 快點 下次有關鍵 以後 以後就不敢 你們再做最後一排 都會跑到第一排 之後 怎麼知道學號 誒 你知道了嗎 你 不用包學號 沒有關係 你是監獄 你是誰啊 你為什麼想要來聽這一場 這個決定 對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簡單每個人 大概講10到15秒 好不好 30秒裡面控制最多 第一次來折舞嗎 拜哥 對 對阿 第一次沒關係 我叫 Ruchan 不用 你想要叫什麼名字都可以 我叫阿邦 好 然後 然後 來這裡 為什麼 做 做報告 做報告 我們也歡迎 好 是什麼學校 中科 中科是什麼 全名 台中科技大學 好 台中科技大學 好 因為中科這兩次 因為我們台中科學界 也叫中科 好 好 好 我叫陳鴻真 我也是台中科技大學 會計制訓系 是 然後 今天就是也是 因為那個民主憲政 然後來進這場 民主憲政 很重要 然後他是澳門人 澳門人 澳門人 好 來一口嗎 對 他比較害羞 不用害羞 不用害羞 我們關心 台灣也關心 香港和澳門的民主 好 好 這樣就這樣 好 謝謝 我要陳鴻竹 我是他們的同學 所以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我們就是來聽報告 然後 聽報告 你來寫報告嗎 要寫報告 然後 跟你拍照 為什麼 不是跟我拍照 然後寫在報告上回去有加分嗎 不好聽老師啊 老師是誰 對啊 我不知道老師是誰 陳漢 陳漢 好 我認識 那我叫蘇玉琳 對 我們都是同學 好 台中科技大學 然後為什麼想要來 就 報告吧 第一次來嗎 對啊 OKOK 以後寫完報告 有對主 有興趣也是可以常來 好不好 不要為了寫報告才來 好 然後 我在這裡要特別介紹一下澳門 他剛說我 他什麼 他什麼 他說什麼 沒事 教練才有 好 然後我們是他們的同學 是 我們都同學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徐瑋珍 然後 你是什麼系 外界諮詢系 好 然後 他是我們系會長 然後 他的 他的原本是 沒有 我們現在這個Section 是自我介紹 自從幫別人介紹 他在爆料 沒有爆料 好 好 你對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就很可怕 很可怕 好 我們其實要告訴他一點點不可怕 但我們就知道為什麼不可怕 好 再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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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高台第一的男士 真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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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等一下 等一下 有什麼想法 跟我們用這個嗎 喂 大家好 我是台語的學生 台語 我叫北部 等一下 等一下 台語聽得懂嗎 後面那位澳門的同學 對 聽不懂 請旁邊的會長幫他翻譯一下 好不好 你也聽不懂 你們旁邊的同學 如果可以聽得懂台語 幫他翻譯 好 你繼續 因為他們都在國外 一種空間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 打不好的 還是台語的 但是我們台灣就是 你沒有做什麼事 的警察就是要跟你說 我想說台灣是可以走出什麼樣的方式 有些 自己做空間有嗎 是 謝謝 那我也是台語的方式 好 現在都是舊團團報的概念 好 別害了 現在都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中教育大學 我也是 我姓祉祖阿 阿北 有任職的 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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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徐先生 很好 有翻譯 欸 沒了 好 大家 我叫 黃祥彥 是 我也是教育大學的學生 是 他們的學長 是 然後就是 那時候對於 就在二十八那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有那個 就是假光的銅像 是 然後就有一些 例如說波及的事件 反正就是在我們學校的 FB社團有 就是蠻多的在那個 轉向 轉向車載 是 然後那時候就有對 轉型正義這個名詞做一些 了解 是 然後就是現在也有 就是我們系上 系上有相關的課程 就是在想見戰鬥台灣是會發展的 歷史實驗 是 對 所以想要今天來 聽這個演講 對 對 抗症的運動 是 大家好 我叫楊慧謙 我也是宗教大學 然後 是 董事崔劍文 這裡 黃教育是天心 駱佩 他 那你有沒有對這個主題 有沒有什麼想法 想法 就是 自保 自保 很重要 其實今天告訴我們大家 一個很重要 自保 如何自保 大家都沒有真正被 遇到警察施暴過嗎 那你都覺得警察很善言 對不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基隆大學 社同系的蕭虎 然後 昨天睡覺前 就看到香港 宗教大學 同樓宗教大學 然後 我就去看今天這個主題 就是 還蠻能控制的 然後我就想看 可以看 好 大家好 我是東海社工系的學生 我叫楊慧慧 那我今天 只是想知道一下 肩膀的範圍 到底是多 然後 排肩 今天我們範圍是限制於在台灣 因為剛剛那個 香港那個 不是我們的玩家範圍 所以我們知道他 他們可能那個 警察的 的 執法 或是國家暴力的執法 跟我們的狀況 會不一樣 所以今天楊慧慧 比較是在台灣的 法律的 範圍裡面 大家好 我叫陳薇了 然後 今天來這邊是 嗯 其實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參加 哲務的活動 然後這次的主題就是因為 之前一直陸陸續續有一些抗爭 我相信未來一定還會有 而且可能總有一天就是 輪到跟自己非常過切 相關的時候 然後 自己要去站出來 那 當然 要怎麼做當然就是要知道他的 遊戲規則和況下才可以保護好自己 對 然後 其實大家覺得 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了 只是 他其實是以不同的型態 存在在我們身邊 只是有時候沒有查遍 對 謝謝 欸 大哥 我不是台語系的 但是 好 我聲響中的很難 好 我叫黃俊啊 我 禮拜上 唉唷 上禮拜三 剛被趕出台之後就衝三 那就 就畢業了 對的 然後 因為接下來要去天文國讀書 要衝大以後很方便 所以想說 趕快再補習一下 小官到時候 被上述帶還是被排件榜 還是被水肥車破 應該 沒有水肥車會破 哈哈 這事情有大條 可是我上次在教育部 我沒有看到水肥車會被平安 嗯 大家好 我叫陳怡婷 然後就是 姊姊來 然後我也想聽聽 你今年念 國二 國二 好 非常好的公民教育 來 嗯 大家好 我叫陳怡婷 然後現在是小女中高業的學生 然後 因為 之前在 報名的電影裡面 有看到 318的事情 跟課堂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想要來聊天看看 好 大家好 我覺得林桑好 我覺得林桑好 是 然後 看到今天這個回憶興趣 我辦這個時候 我想說 我覺得還蠻好悠 第一次來追問嗎 對 他說國二的時候 你現在念 不是 不是 我現在是國三 你現在是國三 我來跟大家講 講個故事 國二的時候好像講很久一樣 就是過去年的事 我隨便講 好 國二的時候我可以借七支警告 我好像那個時候 很 超超超不穿環島 就想說 要抗爭 就抗爭 我就想主張 我自己主張 啊 管那麼多 那我現在想 合法 合 合 合成型 然後 然後 然後想說 演講看我上高高中之後 我現在畢業已經 看高中以後 要怎麼再學成環島去辯論 還可以誰 在學校的這個體制裡面 好 謝謝 大家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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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沈修文 目前是在 台中市立 高中高中 擔任高中公民科老師 然後 會來聽這個 最主要的當然是 因為跟我的職業有相關嗎 現在有學生想要來跟我抗爭 所以我就要學會怎麼樣 跟學生抗爭 你有嘗試想要跟學校抗爭 沒有沒有沒有我都是被欺負的 那個 這個議題我在上個月 在那個中山裡有聽過 好像是一樣的 就那本手冊我也有 是 然後這次再來聽聽看 看得到什麼事 所以我會講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顏全宜 第一次來折舞 那想要來參加 第一次的講座活動是 我覺得想要為未來某一天 走上街頭做主飛 謝謝 我們今天其實也在準備 可能很多現場的歌 裡面是走過街頭 所以有一天當你想要走上街頭的時候 可以有很好的準備 嗯 大家好 我是Nelia 然後 嗯 我是中山一的學生 那 上個月我做過 所以 嗯 下個月就滿不可了 好 好 來 自房後面 大家好 我是廖昂凱 我本職是做工業設計 現在 嗯 退伍代業中 然後 會來 其實我是從另外一場折舞 落跑來這裡了 那 有什麼呢 嗯 因為 因為我之前有做過一些專案是關於 從 抗爭者出發 對然後 想要多了解一點 以往的那個 抗爭行動會所用的一些 算是公益的 是工具 或者 或是一些從台灣法律面 抗爭者他需要做什麼事情 是 他會 可以如何從法律面自保 然後從 身體方面也是自保的 是 對對對 然後我也非常 希望聽到今天會有這相關 就是說 可能廣益 面具解釋工具 這個方面的內容 是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談的比較多 會有關於那個 自保的 抗爭的自保 如何發生 怎麼教你抗爭 今天比較不會教到 所以今天沒有製作汽油蛋的課 一起對嗎 大家好 我是台語系大三的 我有一天也想要走上街 是 為了什麼 還不知道 沒有就是想要 為台灣 可能有一些抗爭之類的也可以 不公益的事件 對 很好 很好 來 抗爭 大家好 我是抗爭的志工 抗爭 今天多晚了五分鐘 幫你多上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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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開上去 其實今天是他要開場 我幫他代班 其實我希望今天聽的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永遠都不要有機會用到 這是最好的 當然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的待在家裡面 不需要走上街頭 是多麼一件幸福的事情 對 可是往往很多時候 其實國家權力是很容易就這樣掠取 然後 就是 侵犯到人民的權益 所以 當然 當然 我 都少知道一點啊 不過還是希望不要用 對 謝謝 不管用不用 我都應該知道 好 那我是折五的志工 將會 我們站立有主人 我也是折五的志工 是 但都沒有在做事情 有啦 負責把這個提供 這麼好的商品 撐起來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要點飲料 對 這邊有簡單的菜單 鋼胸 無錫單 對 你可以在上面 它有一些簡單的飲品 可以 跟我們 跟我們講也可以行那個 好 有需要會飲料的話 不要客氣 對對對 然後我這個是有點有感而發 就是說 因為之前在 在美國休學的時候 有時候看到那個路上的警察 因為其實國家暴力這個象徵 常常是警察為代表 所以我會覺得在美國看到警察 他們都好威風 真的 都是很威風 那個態度都是很專業的感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 我覺得台灣的警察 法書很難拿捏什麼時候是在執法 什麼時候 不需要執法 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條界線好像 警察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 當然我們人民可能更不清楚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時候是屬於我們的權力 我們抗爭的權力 那什麼時候是愉悅的那個 法律的界線 這個好像 不管在台灣來講 好像警察 或是說執法者 或是我們人民 都有一些 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所以也許兩國民 我本來是要去 來學怎麼寫 推移銷售的 哈哈 那是另外一場 所以我走錯了 還是在這邊 OK 好謝謝 走錯 我們現在放紅台來的時間 來 要問 打水 你經驗多久 你來講 沒有 我叫你老婆 所以我是 這星期五才有事 時間 再講應該的 我不能去相大 空 PM 空中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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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相早 我自己在 救法官司 說的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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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鎮 我們已經在教頭 大陸 應該在審命 是 我們說審命 反而就是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沒有這種 想要報理 如果說 我就是報理 我就是 想要訓 大家去審命 當然在現場以前的社會和進度 這幾年我一開始就說不出事 其實都不溫和 其實是這樣 台湖的湯澤民總裁 因為這方面我一定會敗 因為這方面我們以前的社會 不合學生的那種 結果小時候大家說什麼都遇到 我一定像我們在打警察 警察也會被抓到 但是這方面我跟我說 這幾年我都在參與 包括我 我也有在 以外的社會會有警察跟他招牌 但是我看到這幾年這方面 到這邊這方面我跟我說 好不合學生的 但是警察一直 像這幾天在說 立法人在說 一有外來是跟他想 我看見警察已經很轉變了 沒有人家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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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公務 那種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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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才知道 可能有的人 那邊沒有去計劃公正 去計劃公正 所有公正 並沒有你們就是所謂的 那種公佈金 我一年身體我一年很舒服 你如果買不到 你了到怕的時候 你走到走就好 你會想問 立法人的政策就怕壞 你會想 這人說的有的很舒服 這人說的有的很舒服 這人說的有的很動力 你看警察跟 在民眾的活動 我還說 第二邊 沒有人家在整個家裡 沒有人家在那裡 沒有人家在那裡 我也是想要去聽聽聽聽聽 那種公佈金 以前 東正有自分 也是 對 沒有人家在那裡 我自分我沒有看見 我只想說 有很多人家在那裡 我們來聽聽聽 現在最新的方式是怎樣 我高興 然後我們現場 也有這個 抗承手冊 這個大家可以拿 還是我們自己都發下去 給大家好了 有需要 可能數量也很有限 有需要的舉個手 讓我們自分看一下 不用錢 感謝跆拳會今天 帶了這個 這個手冊來給我們 那 在我們志工八方這個手冊的同時 我也再跟大家 我也分享一下 我把它自我介紹 我算給你 我感謝它自我介紹 我是楊總理 那我現在 我除了是哲五的志工以外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NGO的工作者 我們在台中 我目前是做這個好民文化行動協會 那 除了這個協會以外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都在從事有關社會運動的工作 所以其實社會運動對我來講 其實並不陌生 而且我們今天請到這個我們台全會的同仁 我自己也是台全會的會員 台灣人權出境會 今年剛好是第10年 我2006年開始參與台灣人權出境會的活動 志工這樣 那 其實在過去一直到現在 就像剛剛加瑞大哥講的 以前 是 到現在的抗爭手段一直在改變 我們不要說進化 就是在改變 那 有不同的變 前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抗爭的手法 抗爭的手段 比如說以前 台灣也有人丟過汽油彈 你們知道嗎 那 現在可能丟汽油彈 應該很多人 在座各位 你不能接受 對不對 我以前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我的同學 從拉丁美洲來 智利 他在智利搞 那個勞工運動 然後 我們就在分享 我們就是同學嘛 所以分 因為我在台灣也做社運 他在智利做社運 我們就分享彼此的經驗 他說 我說你們平常這個 走上街頭抗爭的時候怎麼做 他說 就汽油彈做一做就丟了 然後這個是智利的抗爭的手段 我說 那你教我一下好了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互相分享一下 不同的國家怎麼做 那剛剛像張瑞全提到美國 那我自己曾經在英國參加 抗爭的行動 我曾經呢 我們跟一群西藏人 在三月份 那時候還下去 我們走上街頭 在倫敦 我們走到哪裡 我們走到這個 中國大使館的前面去抗議 那 呃 大家知道 如果知道台灣的集會遊行法規定的話 集遊法規定是說 在大使館前兩百公尺對不對 是禁止 禁 三百 三百公尺是禁止區域 然後我後來發現 那個 英國警察對我們多寬容 他根本不理我們 我們走到國中海 比如說 呃 大概 第三排那個位置 就是你 對 就是台中的中國這位同學 那個就是他 中國大使館大門口 我就站在這裡 就是 門口就這麼近 門口有兩個警察 沒有其他人理我們 我們就在那裡抗議 所以我說 奇怪 各國對於集會遊行的寬容的程度也不太一樣 那 呃 包含說 像 為什麼我會說 我對於這件事情特別有影響 因為剛剛有一個比較的關係 我自己曾經在台灣 我們有一年呢 走上街頭 我們去AIT 大家知道AIT 美國在台辦事處 相當於這個 美國在台灣的使館 雖然沒有邦交關係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去美國 那個AIT前面抗議 結果我們就被阻絕在外 還蠻有一段距離 然後其實我們也還 我們其實那個 早就逾越那個距離 如果要到300公尺的話 所以 但是為什麼 台灣的集會遊行法 規定這個近次區的範圍 所以我如果要去到AIT抗議 你知道我要在哪裡抗議嗎 你知道AIT的對面是什麼嗎 十大附中 我要進去十大附中校園裡面 然後去跟美國在台辦事處抗議 這是很奇怪的規定 那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 每個國家對於集會 遊行 對於各式各樣的抗爭 手上有不同的規範 那台灣這個規範 到底合理不合理呢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包含像集有法 裡面有許許多多的規定 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 包含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對於集會遊行 目前仍然還有刑法 對不對 那 為什麼 刑法 為什麼可以用 集會遊行法 為什麼可以有刑法呢 我們反正台灣是一個 有刑法 的國家 社會嘛 那為什麼不是用刑法就好 為什麼還要另外一個 集會遊行法 裡面還要另一個 用刑事的責任這樣 來加諸在人民身上 有很多東西你可以去考 去思考 那我不要講太多 因為這個主角是在於 我們今天 台權會的同仁王熙 他是台灣人權出境會的法務 他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 有關於這個 人民的這個 抗爭防暴手冊 這個 這一本 那 抗爭防身手冊 那 主要裡面的 談了哪些內容 那我們對於 人民如果有一天 遇到 其實不一定是真正走上街頭 因為很有可能 另外一種情況 比如說 像前一陣子 這個獻兵隊 去 去釣魚 買扑貨的茶 是吧 就進去你家了 他沒有搜索票 可不可以進去你家呢 還是說 他可以用什麼樣的理由 去對你做人生的調查呢 這些 手冊裡面都有 大概可以有一些 詳細的一些東西 內容 可以歡迎大家來參考 但是 在你看 先不用看 先不用翻沒關係 因為重點是在我們前面這邊 聽他講完 然後我們共同來討論 有什麼問題 隨時記下來 然後隨時來 做互相的討論 好不好 那他分享完之後 王希代表分享完之後 我們再保留一點時間 讓現場的各位 你來談談看你的想法 也許你也 或者你聽完了 我說 我還是不贊成 我們報名要這麼激烈還是怎麼樣 你也可以講 沒有問題 那 歡迎大家 提出你的看法 提出你的問題 那 我想我不要用太多時間 我們就歡迎這個 跆拳會的法務王希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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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